进入四院 小院中的乡村树开始冒新芽了 每个枝条上的侧芽都有很多 使用的乡村也是需要修剪的 不然乡村只长个,不长侧芽 产量下降不说 太高也不方便采摘 修剪乡村可以在入冬前或者是开春后 第一就是大胆地剪去 首能触及高度以上的枝条 四五年以上的老枝也可以全部剪去 其次还要剪去枯枝 并残枝以及过密的枝条 侧枝修剪时 从下边数保留三四个芽点 然后在芽点以上大约一寸的位置剪断 修剪时要选择晴天 刀口要平滑 也可以涂一些草木灰 防止感染 修剪乡村树就这么简单 可又非常重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